M2 白朗尼 苗董軍事帶您輕鬆聊軍事 各位好我是陳過敏 自從機槍發明以來 他就成為陸地上的主宰戰場 我們可以在戰場中看到各種 輕機槍重機槍 本集節目我們來介紹M2白朗尼重機槍 白朗尼機槍其實它的研發時間很早 它早在一次大戰之後我們就開始 那當時由於工藝上的不發達 所以其實他們發現說 這個原始的M2重機槍 它的槍臂太薄 所以其實後續把這個槍管加後 叫做M2HV 那當然其實它的口徑是0.50吋 各國也把它叫做武林機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二次大戰的戰車 或說卡車上 上面都架一個機槍 那上面來講就是所謂的武林機槍 海軍可不可以用呢 當然可以啊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配備軍艦旁邊的一些機槍 都可以看到這個武林機槍的名字 陸軍有 海軍有 空軍有沒有 當然有啊 就是空軍把這個機槍架到這個戰鬥機上 就會變成一個殺人的力氣 譬如說P-51 野馬是戰鬥機 它上面的就配備這種機槍 那這個機槍的掃射威力有多大呢 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二次大戰力氣技術片 我們看到說直接朝 比如說德軍的火車頭 下去做攻擊 結果那個火車頭就被打爆了 很多其他國家也得到美國的授權生產 生產說類似的所謂的白蘭林武林機槍 這個算是白蘭林中機槍的 它可以獲得 所謂中機槍之王的名稱 為什麼這個中機槍沿用到現在還在用 第一個就是它便宜好用 那第二個說它可以有 殺人的成本 說真的比較划算 所以大家很難想像說 現在戰爭不就講求飛彈嗎 但是用飛彈或炸彈來殺人 或殺傷敵軍 它的成本很貴 但是你如果說用一顆子彈 能夠殺傷敵軍的話 那不妨用這種比較便宜的方式 那其實現代化的方式 就是說一個機槍手 它除了配備很多的彈藥之外 其實它還會有一個備用槍管 機槍發射到一定樹木的子彈之後 它必須快換槍管 所以其實M2也有這種構型 叫做QCV 這個是有它的延伸型 那其實各國都在採用這種方式 雖然說M2這個重機槍 從一次大戰研發到現在 但是因為它便宜好用 然後在很多艱困的條件下面 都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世界各國不會因為說 這個重機槍從一次大戰之後 研發到現在就不用 反而是好會遇中用 好的 這一集秒董軍事 我們都介紹到這邊 歡迎各位有興趣的朋友 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